How many want to recall Gavin? 周一下午 加州众议员凯文基里 在洛杉矶格兰多拉市 举办了一场近百人的集会 再次呼吁民众站出来 为下周的罢免州长特别选举投票 此次罢免特殊选举的候选人之一 吉利 曾是一名高中老师和律师 他见证了加州与日俱增的游民问题 教育问题 干燥 野火和公共安全等问题 我们能够有一个政府服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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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有一个政府服务的人 我们应该有一个政府服务的系统 因此他认为 本次罢免不仅为了 汰换现任州长 更是为了挽救加州 我们必须返回到这些事情应该活动 政府应该做的基本的行为 政府应该做的 例如建造道路 砂漠 管理树 民主党都信任 做了自己的决策 活着生命 事实上 州长纽森曾多次表态 将这场罢免运动 成为共和党人的运动 对此激励指出 罢免支持者中 除了共和党人 还有民主党以及独立人士 他认为 罢免选举是为了恢复政府的诚信 因此 罢免运动并非党派运动 而是反映了加州的民意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江灵达 洛杉矶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